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折不扣的落实 在减税降费方面 刘坤介绍了财政部的具体措施 在减税方面 今年除了实施 年储已经明确的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 以及全面落实修改后的个人所的税法外 还将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 深化增值税改革是今年减税降费的核心内容 也就是您所说的主菜 一方面 注重突出普惠性 将制造业等企业现行16个百分点的税率降到13个百分点 将交通运输业 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个百分点的税率降到9个百分点 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 虽然保持6个百分点一档的税率不变 但通过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对适用6个百分点这一档税率的一些行业 会采取加计扣除的方式 让他们的税负只减不增 另一方面 我们注重与税制改革相嫌介 关心增值税改革的朋友都知道 从2017年7月1日增值税税率 由17个百分点 13个百分点 11个百分点 6个百分点 4档减并到17个百分点 11个百分点 6个百分点 3档之后 2018年5月1日起又下调至16个百分点 10个百分点 6个百分点 3档 这次又进一步调整到 13个百分点 9个百分点 6个百分点 3档 将有利于 继续推进增值税税率 3档并2档 在降费方面 明显降低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下调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 各地可降到16个百分点 继续执行 阶段性降低失业 和工商保险费率政策 对劳动密集型企业 提高文港和社保补贴力度 加快推进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改革 继续提高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基金中央调剂比例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 使社保基金可持续 企业与职工同受益 刘坤进一步说明 关于减税降费 公布的预测数 是年化的全年预计数 这与当年实际减税降费的数额 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 举例来说 今年我们实施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 并规定从1月1日起实行 这项政策年化的全年 预计数是2000亿元 当年减税数和全年减税数是一致的 刚才介绍了 去年增值税降低税率的政策 是5月1日出台的 全年预测减负额是4000亿元 但因为是5月1日才实施 所以这8个月的减税规模 覆盖全年测算规模的3000亿元 有近1000亿元 会在今年形成撬尾影响 也就是说 会变成今年的减税额 2019年减税降费措施 以减税为主体 大约占7成 减税的份额里 又以增值税降率为主体 由于2018年 减税措施的翘尾影响 会高于2019年 减税措施的翘尾影响 2019年减税的实际减负数额 按照我们的测算 会高于公布的 年化全年预测数 来源 新华网 中国政府网 中国日报 好 好 好